本片是根据太阳神航班事故改编的电影 夜幕降临一群带着不同目的的乘客鱼冠而入 登上了飞往东京的太平安航空7500次航班 飞机起飞不久突然遭遇到一阵强气流 结果一名商务男士的心脏病突然发作开始抽搐 他甚至为了控制自己咬断了自己的手指 血腱八方 尽管众人竭尽全力的抢救 他还是不幸猝死飞机上 机组人员与地面进行短暂交流后 决定将上层的头等舱捧出来 暂时将尸体安置在那里 待到达东京后再做处理 在搬运死亡男子尸体时 机上的一名小偷男看中了死者手上的劳力士手表 在接下来八个小时的旅途中 旅途并不安稳 机上的一名女乘客拿出烟运棒 准备在厕所里烟运 与此同时空姐在到咖啡的时候 看到了刚刚死去的商务男士的一颗牙齿 吓了一跳 帅哥男主此时也发现了矿泉水平开始压缩 突然间 飞机第二次遭到了更大的气流 飞机施压了 整个机舱都陷入了黑暗之中 正在厕所烟运的漂亮姐姐飞上机顶 又狠狠坠落下来 晕厥了过去 氧气面罩从机顶上掉落下来 大家赶紧握着氧气罩吸氧 但是很快气流过去了 飞机也渐渐平稳下来 大家也都清醒过来了 烟运的女子也被救了回来 但随之而来的是怪事激烈发生 一名女乘客在看电脑视频时 在屏幕上看到了一个鬼影 另一名女乘客在睡觉时 好像有人在拉她的毛毯 帅哥男主在看电影时 好像看到了刚刚死掉的商务男士的身影 目前飞机已平稳了 小偷男决定去偷死亡男子的手表 偷完手表后他并不协心 还拿出手机和尸体自拍起来 没想到尸体突然转动起来 结束了小偷男的生命 小偷离开座位后一直没有回来 空姐经过一番询问后 决定去二楼寻找小偷男 然而二楼的尸体和小偷男都消失不见了 细心的男主发现空姐的异常举动 于是与其他乘客商量后 自发的寻找尸体 但只找到死亡男子的行李箱 几个人商量后决定打开箱子 一看究竟 竟然发现里面有一些细心标记的人类毛发 还有一个装扮十分可怕的布娃娃 漂亮女乘客想了一下 说这是日本有名的死神娃娃 相传人死的时候必须了却自己的杂念 不然就会执着地徘徊在人间 大家开始觉得有些害怕 另一边空姐决定独自一人去火藏寻找尸体 尸体没找到 反而被一个鬼魂给吓死了 另一名空姐在火藏门口等待消息 结果等来了一只鬼手 被吓得魂不服体 接着帅哥男主拉着自己的女友和其他乘客 走回到自己的座位舱 却发现了自己和女友的尸体 还有其他乘客的尸体 他们一脸懵逼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想起了之前有关死神娃娃的传说 原来所有人早就死在先前那场严重的气流颠波当中 因为他们每个人在临死前对自己的生活仍存有执念 所以化作这样的形态流于人世 正在这时 电视屏幕上播出了关于7500航班失联的消息 飞机会继续自动驾驶几个小时 最终将因燃料殆尽而坠毁 帅哥男主和女友的执念就是对彼此的爱 他们在最后用对彼此的爱化解了执念 我们在最后用对彼此的爱化解了